即将上路的108年新课纲 让许多学生及家长都十分慌乱 还不清楚即将到来的新课纲内容 因此立法委员蔡培惠 就特别邀请教育部相关人员 来到草屯镇旭光高中 办理课纲宣导座谈会 我们这个生日国家主要是推素养 素养就是说要跟生活经验做连结 我们现在小孩子都是学罐头知识 学的东西就是考试用 自己跟生活没关系 你学校外面的那个河流 有没有污染 你有没有去做 那你附近的那个环境 你有没有去了解一些状况 有没有透过这个环境的东西 跟课文来做连结 作为教学用 许多家长及学生都到场聆听 108年新课纲的教育方向 及课纲内容等等 希望运用座谈会的方式 能够让家长及学生更深刻了解 新课纲 蔡立委他这次就是筹办这些活动 然后来缩小我们这个城乡的资讯的落差 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各位家长 能够比较进一步的去认识 面对新课纲 那这个也来协助说这个 我们的学生能够可以就是 提早充分的准备 来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他们的升学的竞争力 现议员蔡明轩除了肯定立法委员蔡培会的用心 更亲自参与座谈会 聆听教育部相关人员的讲解 关于我们108年的课纲 很多家长其实都相当的不清楚 包括明轩也是特地要来学习一下 我们到底新课纲 到底它的内容在哪里 到底小孩子要怎么考试 当然很感谢我们蔡培会委员 特地邀请我们教育部的一些长官 特地来下降 来跟我们这些家长做一个介绍 解释一下我们的108年课纲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当然希望我们的课纲 能够越改越好 真心的为我们的小朋友 他的发展来做一个努力 希望透过立法委员蔡培会的用心安排 能够让参与的学生及家长更清楚知道 即将上路的新课纲内容与教育方向 也期许学生们能够在新课纲中 认真努力学习 接着利用圣炒纯采访报道